那我们看到的这些症状都跟它的解毒功能还有消化功能有关 所以我们不能用痛去做一个肝功能好坏的评定 那可能可以从这些症状去做参考 像是如果你解毒功能不好 你可能会口苦啊或者是皮肤就出现发黄 因为它代谢不了胆黄素 那如果你的消化不好可能就会负胀 会有一些吃东西饱很久的状况发生 那因为这些症状常常没有特异性 不是说看到这个一定是肝有问题 而且有时候好像它时好时坏 我们就会觉得说会不会饮食注意一下它就改善了 那因为肝还是比较沉默的器官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藉由检查 包括抽血或超音波才能了解到它的状况 那像这个皮肤发黄或出现紫斑 这都比较严重 或者是尿液颜色变身茶色尿 对这几个几乎都在描述是肝硬化的现象 所以都比较晚期了 那如果就您来看 是不是这前面哪几项出现之后 我们就要赶快去检查吗 那我们在肝的急性发炎阶段 很容易没精神 因为发炎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行为 它必须有很多的发炎组织 跟你的一些能量过来支援它 那这个时候你就非常的容易累 那我好几次肝炎的患者 他跟我说他一天可以睡18、19个小时 但醒来还是累 那甚至如果你是到肝硬化的阶段 因为肝不能解毒 所以你会有一些毒素 所以会造成你的精神状况的改变 初期会变得暴躁易怒 那严重一点会到嗜睡 甚至叫不起来 这个我们叫做肝硬化造成的木浆反应